歡迎收看大人畫之 最近如果有機會到北京去的話 一定會感受到氣氛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今年最重要也是最後一場政治大戲 三中全會九號到十二號登場 其實歷屆的三中全會 都是中共定未來五到十年執政方向的會議 今年更為重要被視為二十年來最關鍵性的改革會議 究竟這三中全會對大陸老百姓的生活 以及對台灣來講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星期玉燕觀點 我們就好好的來聊一聊中共三中全會 玉燕我要問一下 其實在開會之前 我記得在今年的十月份 中共的總書記習近平他就說了 他說這一次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性 不亞於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初的那一次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甚至重要性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到底三中全會有這麼重要 是沒有錯 因為就在這一次開三中全會是因為我們可以總結這三十年來 因為在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它是讓大陸整個朝市場經濟轉變 那經過七八年到現在的三十年這個時間的話 目前大陸的特別是經濟發展面臨一個改革的關口 而且是深化改革 所以習近平跟李克強聯手就是要借這一次的三中全會 讓大陸的未來的十年會有個更新更深化的各方面 特別是金融方面的改革 所以真的是特別重要 所以換句話說他很可能在這一次的三中全會上面會有一個很重大的變革 一個菜會端出來 所以大家才會中說 特別是對大陸的金融方面 那我們說對大陸的金融跟整體的經濟環境 還有企業兩岸現在那麼相近的話 他相對的對我們臺灣也是會有蠻大的影響 我們一般觀眾可能搞不太清楚 到底什麼叫三中是三個中什麼東西嗎 所以要請郁彥姐跟大家說說 到底什麼叫三中全會 好我們簡單的來講 我還是在想說要用最淺顯的話 讓我們臺灣的觀眾能夠了解 就是說他是這個中國共產黨 他們每五年會開始黨代會 黨代表大會 到去年就是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 每次黨代表大會開後開以後的 舉行第一次因為選出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的第一次會就叫做一中全會 那如果第二次開會叫做二中全會 第三次開會就叫做三中全會 簡單來講就是叫做中共的中央委員開會 第一次會議叫一中 對二次會議叫二中三次叫三中 可是他好像是很制度化 一中二中三中要討論的事情都不一樣 對吧 對沒有錯 他是就是說看就是說 當時他們作為迫切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在那個全會上來討論的 那第一次呢 一中 第一次的中央委員會議是什麼 通常第一次是決定領導人 中央委員會議是什麼 你這個就要碰到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要換屆 換屆改選 像去年的十八大 就是換屆改選 選出中央委員之後的第二天立刻一中 那就要選出七位政治局常委 這次是七位嘛 跟大家這個見面碰面了 然後等到 領導班底 對 像今年的三月全國兩會之前 正好他的國務院的換屆改選 對 他在之前舉行二中 實際上呢 對對對 他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 他在這個一中二中呢 那麼一單都已經是訂好了 中央委員只是象徵性的選舉 就整個過場 大家行事 行事話一下這樣子 對 然後三中 三中呢 通常 三中的話 就是 我覺得真的是很恰巧 從我們講三十年前到現在 總共有七次的三中全會 對 然後這七次裡面有五次 他都是探討大陸的經濟體制的改革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體制改革 兩次是探討大陸的農業 農村制度方面的改革 所以每次就是 為什麼大家這次 會覺得也是很恰巧 碰到這個 特別重視這個 對 從他這個 他講共產黨的社會主義 對不對 然後變成這個市場經濟 然後市場經濟 問題是他是中國共產黨黨的領導 到這次面臨了真的是整個的瓶頸過程了 所以習近平你各強要趁這次機會的話 一定 他整個在做個經濟體制的大改革翻盤 才能夠讓我們套這個大陸學者 特別是改革派的吳敬蓮 他就講到說 要把這個過去 他說過去三中決定的經改路只是1.0的版 現在要升格為2.0 要升格為2.0 2.0 重點要怎麼呢 就是說 讓政府盡量的放權 然後去除貪腐 中國經濟才能往台階上升 鈺燕姐提到了吳敬蓮是中國大陸非常重量級的經濟學者 他也談了一段話跟三中有關 我們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我們經濟的兩個大的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 始終轉不過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腐敗 我們剛剛看到吳敬蓮老先生說的 老先生 對 他是老先生 因為我採訪過他很多次 就是他提出來這一次的三中全會 大家期待的是改革 老百姓也期待改革 好 那到底提出什麼樣的變革呢 我們從這個你看從半年前 他們開始起早到現在就是說 各個而且是蠻正式的管道釋放訊息 我覺得可以做個代表就是說 這次三中到底要討論什麼 很多的訊息有沒有 那在11月1號的時候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北京參加21世紀理事會的那個大會上面 他講了他透露了 其實最主要就是四方面 財政 金融 然後價格還有企業 這四方面 他詳細的內容 我們可以稍後再講 我們先給大家把那個三中全會 到底是什麼會議有多重要 先把大家給 先觀念給理清楚 時間上非常巧合 因為國民黨的全代會 也差不多是在這個時間召開 然後國 國民黨跟共產黨 同樣召開他的黨代表大會 林燕姐其實它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差太多了 好的 林燕姐跟大家說一說 台灣的就是國民黨的全代會 跟中國共產黨的中全會 三中全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講國民黨全代會兩句話可以講完 他真的是國民黨自己的會議 而且因為我們是民主自由的體制 雖然現在是國民黨這個執政 但是國民黨的全代會 他是先他在裡面為主 特別是他的全代會的代表 如果能跟中共選出的中央委員 那真的是不能比較的 所以國民黨全代會 真的就他國民黨裡面 就黨員的聚會 而且即便他也可以這樣子 而且即便他有什麼政策的話 這確實就是說 國民黨以決定的政策 跟我們中華民國的整個治理是無關的 因為大陸是一黨領政 對 所以那個共產黨的活動是很重要的 沒有錯 中國大陸他是中國共產黨來領軍的 他任何的重大決策 絕對是黨裡面先部署好了 再由他的國務院的行政系統 他去這個執行 所以這個我們就講 全代會講到中共的三中全會有沒有 第一個就參與的人來講 中共中央委員跟咱們的國民黨的 黨代表 黨家會員 那就不一樣 中央委員 能夠當選中共的中央委員 已經進入領導層了 算是領導層 因為他中央委員有兩百多個人 各省的省委書記 還有部部部長級以上的 才可以這樣 就算是領導階層了 然後就講的 他開的這個會裡面 就以這次三中來講 他要做的綱領性文件 是金融內部的 已經可以這麼講 洗禮都已經決定了 我就是要這麼樣的來做 然後只是讓你們開會 大家做個決定的共識 最後公佈出來 他這個公佈出來的 我們叫做綱領性的文定 就是對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的執政 對 未來的十年呢 定了調 要朝這個路子來走的 誰都推翻不了 因為既然是為將來的執政定調 為他定了綱領 那這樣一個規劃 他是事先他經過什麼樣的佈局 才能夠出台這樣一個綱領性文件 那個真的是太周密了 那個就不是隨隨便便講講 在過去歷屆的三中全會 以前開會的時候 像曾經在過去 像國務院的副總理回良玉 然後溫家寶總理親自 然後他們由這個 都是找的智囊班子 大概在該會的前半年 徵詢各界意見 然後開始來起草 那在哪裡起草呢 我聽說好像在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北極一般在北京的玉泉山 玉泉山 還不是在中央黨校嗎 不是不是 人家起草整個風景美的地方 而且他們這個 據說以前是九常委 現在是七常委 七常委必須先到各省去做調研 是這樣嗎 沒有錯 而且不只是七常委 我們現在講這一次 為什麼因為特別的更重要 他除了這一次的最主要的領頭 就是李克強 而且李克強是真真正正的主持 不是說掛個名他就辦事去了 你還那麼忙還要去各地巡視呢 然後除了他的原有的智囊成員之外呢 他這次又加入了各部長 還有各地的省委 省委書記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省長 因為他們深入基層 然後就是你講的七個常委 從去年十八大以來 七常委吩咐到 就是大陸各地全跑遍了 對 其中習近平自己就跑了十次 等於就是說 他這次他特別是從民意的基礎基層 來匯聚取來半年的起草 一次次的修改一次次的聽取意見 最後成為這個綱引性的文件 所以他說那個 非常制度化的去定出他要定的政策 而不是我們想像中把那個智囊找來 沒有 他是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而且就是把現在大陸面臨另外一個改革發展的瓶頸 所有的過去成河的難以解決的問題的話 這次要把它通通解決掉 徹底的解決 就像習近平說的 敢於啃硬骨頭 敢於涉嫌灘 敢於向成科開刀 不簡單 所以才會被稱為是二十年來最關鍵一次的改革 究竟怎麼改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聊 在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傍緩 GDP又降低 改革面臨到空前危機的現在 三中全會到底能夠帶給大陸什麼樣的改變 預言 我正好才剛從大陸回來 有人講一些北京人 他們特特特非常關注山中 然後都私下的悄悄的問我 先問我說 我自己感覺大陸現在有什麼問題 問我說你在北京有沒有什麼感覺不一樣 我說我老實講 我表面上才感覺沒什麼不一樣 可是每一個朋友方向界別跟我講說錯了 很沉痛跟我講說 這次的山中全會 為什麼習近平他強調要研究加強全面深化改革 就是因為大陸現在社會的問題 太嚴重 然後基層分化嚴重 那我們先不要講政治問題 其實外界有期待說 在這次山中會不會政治問題會正改呢 對 我可以非常負責 絕對不會 是 他只是要改沒有錯 他會提大家強調是要穩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所以現在大陸就是說 習近平認為最嚴重的地方的話 我們就講這個經濟金融體制的這個改革 因為他過去的幾次的三次有關這個三中全會的 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這個改革 雖然說造就了大陸的他的市場經濟的繁榮 可是到現在他很多的特別就是講的 你看他這就有三個主要地方 所謂三位議題有沒有 就是說呢要完成那個市場經濟 對 然後呢要這個創新企業體制 然後就是說要轉變政府之 意思就是說什麼 大陸現在這個經濟很多方面 他沒有辦法真的跟國際接軌 他的政府中央政府希望能夠放權給地方 這次要改革 但是地方政府一樣全責過大 他對於重要的大的那種所謂的經濟推動 他抓有沒有 他抓呢在跟國營企業 為什麼說要創新企業改革 大陸現在最主要是以大的國營企業為主 國營企業的貪腐腐敗 跟官方權力是勾結在一起的 對 人家這種情況之下 你真正的經濟所要說 像這個我們的所謂的真正的這個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 那什麼人都沒有 我們可以看例子 為什麼已經成立了上海自貿區 到現在你會覺得說 怎麼大家希望的各種的金融改革沒有啊 對 很簡單嘛 自貿區要先等三中以後的 鋼引信文件出來啊定調啊 所以他也強調說 希望能夠擴大對外的開放 對外開放 就以銀行體系來講好了 他現在的銀行也是國有的 對 所以包括像吳敬年 還有另外一個改革的大將 現在中國銀行的人民行行長周小川 就極力強調說建議中央 一定要放寬什麼 就是說讓真正的私有銀行 民營的銀行能夠興盛起來 不能讓這些國營的銀行 國銀行 壟斷 對 壟斷 他的大筆資金他借貸給什麼呢 就所謂的地方政府 房地產 然後呢製造業 真正的中小企業想要這樣 貸不到錢 貸不到錢 所以你一個經濟沒有辦法活絡的話 你怎麼樣再擴大所謂的對外開放 所以這些是 特別是我知道是說洗禮這一次 我是期盼 因為今天大陸朋友跟我講喔 對國營企業 他們這次三中 那是一個重點 對 能夠真正提出來就是說呢 看國營企業把他的權喔 整個給多多多分散開來 整整的朝國營企業開刀 我看他們有沒有這麼大的 真的敢於看硬骨頭 因為就像小賴講的 國營企業太多的太子黨 一黨二黨三黨四黨 依附在裡面 對 依附在裡面 一個大的資助網絡了 這是制約大陸經濟發展 而且也地區的利益分配有沒有 讓民眾越來越心生不滿嘛 李克強在今年三月兩會的時候的記者 回答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 是 所以尤其是觸動某一個統治階層的 這個國營企業的利益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是不是你覺得他的這個國企改革 會給老百姓帶來一些什麼希望 如果他真正能做到國企改革的話 因為國際改革它一個國營企業 它涉足的我們先舉例 中石油有沒有 三桶油 三桶油 油全被他包辦了 電力有沒有 電全被他給包辦 都全部包辦了 這時候壟斷性的事業 那變成就是說壟斷性的事業 它要漲價 它沒有減價 只有漲價 只有老百姓去求 如果這些你真的能夠拔給 就是北京中央收回之後 我們所謂的下放或是民營企業化的話 那自由市場的這個經濟來競爭 老百姓當然他所說的實惠利益就更增加了 而且對大陸民眾來講 更有一點他們放在心裡 就是我講的階級 階層一個階級觀念有沒有 對 我就再注意看說 他號稱是無產階級 可是其實他的階級最明顯 對 他的階級最大對不對 是 如果你習近平你真正能夠把這些國營企業的 官一代二代三代能真正拔掉的話 那中國大陸的未來十年才是有希望 我再講幾個例子 不是前陣子我們講過李鵬的女兒李曉玲嗎 被人家爆料說什麼收受賄賂 對 然後呢 他這個一個解釋聲明之後呢 就沒事 然後過兩天是北京的婦女大會開會 對 他穿了一件三萬五千塊的假皮草 你看看他有多高調多囂張啊 那可能是假的 真的 他可以說那是假皮草 他是真品牌的假皮草 人家李曉玲身上從頭到尾 你今天看你的Shanai LV的放在那裡 可是我發現大陸媒體也沒有人敢批評他 對 大陸民眾看在眼裡 然後那個大會還是習近平去開幕講話呢 沒錯 所以如果就是我個人特別關注的 這個國企這一塊 還有金融領域這一塊 其實只要這兩點 這是三中 他能有震撼性的 鋼鐵性文件出來的話 中國大陸未來經濟有救了 玉燕姐的觀點是覺得國企更精改 那一般大陸那個民眾 他們到底期待什麼東西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我們是最希望的房價要改革了 現在我們的房價居高不價 我們買房都買不起了 打開一出來就買房都買不起了 要解決下干支工的工作單位問題要提高一點 我們都擔心以後這個孩子啊 都是多種子女啊 這個老人啊 這個將來以後照顧起來比較困難 醫療方面 像我們就是到城上來看病嘛 在那個醫院反正人都好多 排隊都排不到 看來民眾關心的還是民生問題 你看土地房價就業 這些重要的問題 是不是都會有改善 沒有錯 剛剛民眾那幾個問題 其實習近平李克強也知道 像習近平講的四點之一的價格 有沒有房地產 現在從溫家寶 什麼國五六七八條出來 沒有用 對 一些大的房地產商 控制啊 但是 而且像在這一次 三中二開之前 那個習近平野克強 又特別到了基層 黑龍江 那些那個偏遠地區 他們就說看基層的民生 習近平去看那個貧困地區的人 可是 我比較悲觀就是說 雖然習近平實際上 就接著這次三中的 因為他經濟綱領 他希望以民生做一個基墊 還有像剛剛民眾講的 所謂看病男的問題 對 可是小賴也知道 他這個問題講了十幾年來 始終下來 始終沒有改變 始終沒有改變 從溫溫到現在習近平 對 其實沒有多大轉變 對 所以就是說看病男 所以他們可能習近平來講 要改革的話 先抓大的 你大的先抓之後 然後因為 三中最後出來 他是個綱領性的文件 他不可能所有的問題 雖然有他包含的 總共六到八大象 這個什麼民生 還有這個生態 還有黨的建設 還有社會文化 可是他整個出來 會這個總綱領 再慢慢慢慢細部來走 他要從他最迫切的 媒介的問題先著手 所以一般要十年的時間 他才有可能把這種總綱領 都落實下來 這個樂觀期待 因為他自己說 在二零二零年之前 要實現全面的小康話 就這個部分 能不能執行 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會不會虎頭蛇尾 就從歷屆三中 定了那麼多的定調 會不會議院 就像剛剛民主講的 就是前面這個官媒 都吹得特別特別大 說這次是改革的關鍵 說這次是改革的里程碑 到最後出來的 鋼領性文件 不痛不癢 怎麼辦 他鋼領性文件 不會不痛不癢 但是就是講的 實際上的座 會不會虎頭蛇尾 因為實在 這麼多年來 這個阻力太多了 這個盤根錯結的這個大的 我個人老實講 如果二零二零年之前 到現在只剩七年了嘛 要做到體理希望的 那所有總統改革 我是比較悲觀的 你是比較悲觀的 我悲觀 所以看來其實山中的確是推出許多的牛肉 到底能不能實施 我們一起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聊 這個星期預言觀察我們聊的是中共的三中全會 網友就問了三中全會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經濟 會 因為如果他那鋼領性的文件 特別在金融這一塊的話 他出台 然後比我們預期的 希望能夠有更大的開放 比如說銀行這個設置之外 還有像保險之類等等的話 對我們台灣的業者 現在去大陸的這個想要這個投資的話 絕對是會有更好的利多 對我舉個例子 因為我之前看到大陸 有些香港的一些媒體觀察 他發現說三中全會之後 銀行業會推出一個比較好的規定 就是過去大陸的人 匯款出來外面投資 是有限制的 比如說他只有五萬美金 之後他可以規定說 如果你要到海外去投資 境外投資 是有固定目標的話 是有固定目的的話 他會放寬這個五萬美金的限制 所以將來不管是到台灣來投資 到台灣來設置公司 都是有幫助的 他不用再說得這麼緊 第二個就是好像不管是 因為我們也通過ECFA 也通過了這個福茂協定 將來雙方的互相投資 對 還有一些大陸 現在都是公家領域所壟斷的 這些剛剛醫院講的這個金融領域 還有一些這個服務業的領域 他不再需要每次都要簽立項 立項要有審批 只要每一次有立項 每一次有審批 就有貪官出來的可能性 對 這中間就有所謂的上下其手 當然對台商到對岸去投資 也息息相關 因為如果這中間少了這兩個環節 你直接就可以開業了 是沒有錯啊 那就會方便很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 除了這些我講的之外 因為你還有沒有觀察到什麼 是我們台灣的觀眾朋友們 應該要注意 而且可以觀察到的 其實我現在講的 還剩一點時間 我覺得就我們新聞本業來講 從上海自貿區到這次三中 我個人覺得 而且我也知道就是說 其實在所有的開放當中 問題是在新聞宣傳思想領域這一塊 其實是越收越緊的 所以你看這次三中之前 傳的要講的各種什麼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體制改革 完全沒有宣傳領域這一塊 所以對向來我們外界期待有沒有 這個如果他能夠開放 新聞體制改革 新聞體制改革 全世界的電視台 像我們的姊妹也好 都能落地 都能落地 我們UDNTV能不能落地 不可能的 是 當時韻恩姐可以談一談 過去那麼長時間 在跑他們這麼重要的三中全會 訊息的取得很難嗎 非常難 是封閉的 你就只好知道他這天開對不對 對 然後好吧 這中間就大家彼此互相猜嘛 這個有的沒有小道消息 然後等最後一天 中央電視台七點新聞聯播 新發社的稿子出來 開始動了 念完那個綱領 對 所以相比之下 這次確實是至少在訊息的 取得透明方面 會比以前要多得多 雖然他這個全會也是不開放採訪的 是的 因為我記得像過去這種 中全會的開會 都是在老的中央電視台的正對面 也就是長安街 老中央電視台正對面 那個地方叫西郊賓館 這個地方是封閉式的時候 你進去之後 它裡頭有個大院 是 西郊嗎 西郊 不是京西嗎 對不起 京西賓館 京西賓館 講太快了 京西賓館 然後這裡頭呢 它是封閉式的 那你在裡頭開會呢 其實外面根本聽不到什麼聲響 然後好好笑 可是記者為了讓我們在台北有現狠港對邊 還是要跑到外面站著 在對面站著 然後就開始描摹堂子 就開始在那邊想像了 警衛森嚴 這個完全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啥都不知道 三中全會定調在市場化自由化 開放境外投資 其實是有助於台商兩岸投資布局 其實大陸深化改革的關鍵 今天是在於擬拒共識 改革路上的中國 大家是民在 今天非常謝謝玉燕姐 謝謝 明天繼續大耳環直